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好们大家好我是树根小木 在2012年韩战的上映为香港警匪片打了一针强心剂 而2015年原班制作团队又先上了一步迟到 这一次舞台依然在香港 可是中韩高层将再次联手 化解一场核武器的危机 这日一架韩国军机坠毁在了中国境内 国安局助理袁晓文奉命前往现场调查 在那里一共发现了12具尸体 但人员的DNA却有13组之多 一人神秘失踪 随后大家又发现在失踪者DNA的制服上 竟然检测出了美军散兵专用材质的面料参与物 看来这个失踪的人物大有来头 敏锐的袁晓文知觉有大事要发生 当即就联系了自己的上司 海棠国国安局副主任宋安 宋主任当即决定将相关资料立刻同步韩国 自己也将会第一时间赶往前线部署 随后通过调查得知 这国际头号通缉犯赤道及他的助手 竟然盗取了在韩国名为DC8的强力杀伤性手提武器 这是韩国通过了不知名的玄学力量独立研发出来的新型武器 通过结合浓缩油原料球和手提的装置 小小的手提武器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根据情报赤道将会来到香港和买家交易 香港警队反恐特勤组的主管李斯尔 素文香港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赵志仁 生平最擅长的就是协助警察抓捕逃犯 随后便邀请其担任危机小组顾问 在香港展开了部署 根据赵教授的评估 在此次任务当中绝不能破坏DC8的稳定性 因为其一旦爆炸 甚至哪怕只是发生泄露 以香港目前的安保生化能力来说 都会是极难应付的事情 而如果任务成功应当立即将武器送回韩国 不能将之留在香港 以免造成后患 韩国方面也派出了情报院的得力干将崔明浩 和情报主事朴宇哲来到了香港协助 临行前韩国的朴总统就再三提醒 一定要尽早的将武器运回韩国 毕竟一件如此伤害性之下的武器 因为自己的安保措施有了问题 而出现在香港并影响其当地的安全 这会让韩国在整个国际社会都饱受诟病 反恐特勤组的督察范瑟亲自出现接待了他们 根据情报三个小时过后 赤道就要在香港进行交易 三人当即驱车前往 路上两边都收到了消息 狡猾的赤道已经临时改变了交易地点 转移到了停车场进行交易 警队立刻就在那里进行了包围布控 刚刚抵达停车场外一个年轻的女子来到车前 自身是韩国外交部情报管理士的副官 申美京 原来她就是韩国方面安排的接头人 将会负责协助韩国情报人员的工作 刚刚在车上正是其提供的情报告知了赤道交易地点的转移 不过看到对方略显稚气的脸 欧巴们对这位美女副官并不是十分的信赖 而此时赤道也已经带着自己的女助手来到了交易现场 对方是来自中东的神秘卖家 对于赤道身边临时出现的女助手 他们显然很不高兴要求对其搜身 检查师一个歹头的手极不规矩的在女助手身上游走 当即就被她狠狠的教训了一番 这番下马卫当即就震慑出了卖家 两方人总算是切入了买卖的主题 就在这时反恐部队终于攻入了车库 歹徒当即开火反击 而范瑟身先士卒更是带人突击在前 而两位韩国欧巴作为外国人士 在香港并无任何的执法权 只能在外候命 里面的歹徒火力猛烈 警方调别了增援 方才暂时压制住了他们 而此时赤道和他的副手也躲在暗处开火 还用手榴弹制造了一场大爆炸 以事件让警方死伤惨重 女副手也趁机混在民众当中逃走 丧心病狂的歹徒也驾车逃窜 一位警员奋不顾身的趴在车窗上 试图拦截 却被拖行撞死 见此情形 Fancer怒火攻心对着歹徒连开竖枪 失控的车子从二楼行车场冲了出来 一时间楼下的人都被这巨大的动静吸引了注意力 而赤道也趁机驾驶摩托冲了出来 酒后在外的韩国欧巴赶紧驾车追捕 说是迟那是快 韩国欧巴通过短短10秒钟的快速度就追上了赤道 而在追逐过程中赤道的摩托车 失控翻车 他干脆汽车逃走 赶到的韩国欧巴在检查后发现 自己心中最坏的预想还是发生了 装有DC8武器的包皮 装有DC8武器的皮包被子弹击中 极有可能会发生泄露 清晨韩国三人组穿戴好了防护服 对皮包进行检查 而李瑟和赵教授也乘坐直升机远程对他们进行协助 皮包里的武器从外观看正是失踪已久的DC8 但似乎并没有正式被启动 为了安全起见 欧巴建议立即做确认连线 这样就算里面确实是失踪的武器 那么经过启动程序 也可以将武器直接设置成关闭模式 如果不是真正的DC8 这么做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不过 韩国国庆院并没有事先通知香港警方 这所谓的确认程序 同时也等于启动了武器装备 现场负责人李瑟一时有些拿不进主意 不敢轻易许诺对方 但鉴于现在这是最保险的办法 外加上这赵教授也认可了这个处理方式 李瑟最终同意 好在最终武器的确认和关闭过程都很是顺利 双方为此都送了一口气 眼看事件完美解决 大家当局准备护送DC8 并将之交换韩方 此时海棠方面的宋主任带着助理袁晓文来到 阻止送走武器 对他的举动李瑟非常不解 而宋主任却说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安全考虑 而且由于李瑟的级别限制 宋主任拒绝继续分享更多的信息 只让他配合工作 即便心中有着任何的不满 在面对空降上司的命令 他还是当即命人将武器放在了地下500米的安置处 这里离情报中心只有300米的距离 如果出事 情方也能及时响应 算是最为安全的地方 对于海棠扣押武器的行为 韩国领事非常的愤怒 一来就如前面所讲武器滞留多一刻 韩方所说的舆论压力就会多一会儿 二来韩方此次借助编剧所给予的神秘力量 独立开发出了这引以为傲的神秘武器 可能连美方都还没有知会 他们最担心的便是此武器的技术被他国所掌握 但根据基本法 海棠负责管理香港特区有关的一切外交事物 如此一来 海棠只要将之定性为外交事物 那么这个做法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韩方领事哪怕是心有不满也无力反驳 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赵教授又站出来说话了 在他看来TC8的安全性只由韩国单方面确认过 这本身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留在香港是极为不合理的 他将矛头指指宋主任 认为其之举动将会致香港的安危与不顾 但宋主任却不为所动 依然坚持要等到适当的阶段 再由香港警方护送武器出境 通过中韩外交部进行教授 赵教授本来还想争执 却被李瑟劝了回去 出了会议是教授指责李瑟不凭良心做事 抚袖而去 此日李瑟干脆就直接找到了老熟人记者 打探关于赤刀的情报 对方表示这灯塔国几十年来霸占了招业的位置 反对其他国家发展武器 说是维持国际秩序 其实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所着想 韩国研发出来的DC8在灯塔国人眼中 可是一块香啵啵眼下之意 这赤刀的行为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出于个人的利益 而他的背后也许是有着国家甚至是政治集团的权力支持 但李瑟对于这样的政治话题并不关心 只是拜托他继续帮忙搜集关于赤刀的相关线索 另一边的宋主任也带着助手来拜访了赵教授 但对方的态度十分的冷淡 明显对这位空将的领导并不感冒 宋主任甚至对方是对自己将武器临时留下的决定极为的不满 只能对他慢慢开导 原来自己是想要通过外交层面解决这件事情 而不仅仅只是呆呆的运回武器 他要让韩国方面检讨自己的保安系统 同时也让那些潜在的买家知难而退 防患未燃 这也是给那些想在香港搞事的人强小风尽忠 希望能够记住这一事件 杀鸡儆猴 扫出未来香港们潜在的一切隐患 不过宋主任的这番良苦用心 赵教授最终却不屑一顾 还反讽宋主任的处事方法老旧 两人不婚而散 另一边上次逃跑的赤刀又找到了买家 对于上一次自己兄弟的牺牲和武器的丢失 中途买家非常不满 谁想吃到却表示 上次武器的丢失完全都是自己计划之中的事情 原来如果不让武器进入启动程序 那么DC8就是一件垃圾 而掌握了启动权的人在韩国也不超过五个人 这次的丢失完全就是为了让韩国人自己将武器启动 之后再将之夺回 吃到此举可谓是意高人胆大 之后他又找到了自己的干妈 希望借助其在澳门的势力帮忙准备武器装备 眼看着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不过澳门多年来都维持着自己性感和官在线发牌的优良和谐传统 在这个地方突然有如此大规模的武器交易 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情 这个动向很快便被与李斯尔交好的记者所捕捉 并将之告诉了李斯尔 就在这时在例行检查当中 教授表示DC8已经发生了泄露 并立刻以强烈要求将武器运走 可宋主任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做法 甚至说如果赵教授不想配合 等到海棠总部方面的武器专家赶来自然会有人接管其的工作 说到这赵教授愤然离去 而此时李斯尔也带人找到了赤刀的干妈 为了逼迫对方配合 甚至抓了对方的孙女作为要挟 非常时刻看来她是想要行使非常之手段 此时赤刀的副手也已经埋伏在了天台 他知道如果干妈答应了警方的合作 那么按照道手的规矩就不能在将之留下 因此只带对方出门便要将之灭口 然而对这位干妈赤刀毕竟不忍心下手 他相信对方不会供出自己等到李斯尔将其干娘带出了餐厅 就在上车前 骑向着赤刀的瞄准镜露出了微笑 似乎是鼓励她将自己灭口 见此情形 副手当机立断就打死了她 然而此举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李斯尔立刻向开枪的方向追去 一番激烈的打斗过后 警方总算抓住了赤刀的女副手 而韩国三人组内部此时也出现了分歧 在女副官的牵线之下 他们联系上了一个情报贩子 对方声称当晚范瑟击毙的歹徒正是军火商头目的弟弟 现在道上很多人都在找他 如果他们将这个人的身份供出去作为交换 可以告知他们赤刀的位置 他们更是了解到现在为了这DC8 已经起码有三帮人计划在香港实施恐怖袭击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赤刀 不但任务会失败 香港也将随之陷入腥风血雨 但欧巴坚决不愿同意 出卖同僚去交换一个不确定的情报 这样不守信用的行为是在过去可斥 叫这话另一位欧巴则拍案而起 在他看来用一个人的性命去换取香港的平安 是最为理智的选择 正在争吵之际 当事人范瑟主动找到了他们 并告知了武器已经泄露的事情 让他们立刻返回情报中心 路上一位欧巴悄悄的对另外两人说 先前的子弹其实并没有击穿DC8 武器是绝对不会泄露的 现在看来发出武器泄露情报的赵教授是在暗中帮助他们 以便让武器尽快离开香港 而此时李瑟也带着自己的大收获回到了情报中心 赤道将自己的副手称之为信差 而李瑟对这位漂亮的信差是威逼利用 甚至刑讯逼供 让他交代赤道的位置和身份 没想到对方却有言不尽 而赤道也展开了对副手的营救 他在跑马场制造了爆炸 并给警方发来了威胁视频 要挟他们把信差和武器在一个小时内送到铜锣湾 否则会制造更多的伤亡 宋主任接着提出可以跳动驻港军队提出援助 李瑟很是犹豫在他看来事态已经完全失控 宋主任则再次表示如果此次妥协 香港将会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地下武器贩卖中心 只是韩国的女副官倒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她将打算用范瑟交换赤道情报的事情说了出来 范瑟听后当即表示为了全港的安危 自己愿意拼上性命搏上一搏 随即李瑟也同意了这个计划 安排了两队人跟随自己去铜锣湾和赤道做交换 并让赵教授和韩国的两位欧巴去检查DC8 在地下安置室中欧巴向赵教授表示了感谢 而赵教授也很有风波的表示 帮他们也是在保护香港 几人随后就将DC吧撞上了车准备运输 第四把女性差靠在车上 自己则带人跟在后面前往通路湾 然而赤道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此时已经派人伏击了海棠国武器专家的大巴车 最终专家惨死 随专家一起行动的国安局助理袁晓文的尸体竟然神秘失踪 而韩国的副警官则在范瑟赶到了澳门准备交易 却发现自己的线人已经被杀 她大感情况不妙 此时的铜锣湾也同样出现了状况 直到要求临时改变交换地点 到了一栋大厦 可临近大厦时 女性差突然加速冲进了电梯间 在电梯门再度开启 她已经从车上顺利脱身 韩国女警官赶紧联系欧巴告知了线人被杀指示 罪方正在运输继续罢的路上 根据赵教授的指示 韩国领事馆在写字楼内 那里对于安放武器来说实在过于危险 教授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码头进行运输 欧巴让女副官尽快通知领事馆支援去往码头 并将武器已经离港的消息散布出去 避免香港成为恐怖分子的靶子 然而一个阴谋已经在渐渐铺开 当两人赶到约定的码头时 赤刀早已带人伏击在此 虽然两人奋力反抗 但还是终究寡不敌众 一位欧巴壮烈牺牲 另一位在身受重伤 至此赤刀的同伙女信使逃走 武器DC吧下落不明 极有可能已经落在赤刀之手 一份挫败下来 李瑟重于意识到警队内一定是有着内建 因此警方的计划才会被步步击破 自案件开始以来 危机小组成员全都没有人离开 不过经过调查 这几天危机小组内部只有赵教授打过电话出去 听了他的通话记录 虽然表面上只是处理一些学校事物 但经过李瑟的破解 他其实是在用暗号与外人沟通 联系赵教授的种种表现 他终于意识到 这个教授一直在有意的次男情报 并利用了自己的权威身份牵着丙方的鼻子 他当即带着几位新妇赶赴教授处 临走前他交代了范瑟 如果自己猜错了 那么他的电脑桌面还有一份文件 如果对了 就还范瑟来做自己的位置 看来他对于立功升职是知在必定了 出于自负和懒功 李瑟独自一人就进入了赵教授的办公室 他和教授摊牌原来这个教授才是真正的赤道 现实的男子不过也只是他的信差之一 看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赵教授笑了 问他为什么还敢自己前来 原来这李瑟是不想将功劳让给宋主任 但他的自负还是害了自己 原来两位信差早已埋伏在了办公室 在杀了李瑟过后 他们当即逃离了香港 众生的欧巴坐在轮椅上回到了韩国 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另一位同僚的尸体 任务失败同僚牺牲 他也是悲痛不疑 根据情报 赤道等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在京都 宋主任当即带人前往 在盯着火车上 他们终于堵住了赵教授 哪怕得知自己最新人的两名信差已经被捕的消息 故事人一人的赵教授依然是震惊自若 他威胁要引爆在香港的原料球 而且还解剖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国安局女助理袁晓文并没有死 因为他也是赤道的信差之一 而此时和赤道的战争现在才刚刚开始 和韩战一样都是熟悉的味道 赤道则设置了许多的转折 同时为了拍摄后座留了许多的悬念 但是相比韩战 赤道在心情上的处理 就没有那么值得推敲 甚至也不够细腻 以韩战的拍摄团队 加上这豪华的演员阵容 几乎可以算是近些年 最让人无法达到预期的港片 我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 这部作品中剧情不够扎实的地方 两位韩国欧帕在异国他乡竟然会如此形成教授 单枪匹马就将如此这样的武器 在外园还没有到场的前提下 就赶往了码头 如此的严谨程度可怎么敌得过那来自北方的兄弟们 张震与文永山在影片中前一段都可谓是身手了得 片尾却在宋主任的一句对白里 轻描淡写的就被升紧了 难道你们俩真的是在张学柚的演唱会上被带走了吗 而这位真正的赤道作为全片的大反派 除了策划能力演技一流以外 似乎并没有阐述其之犯罪的动机 拿你来说掌握了如此破坏这武器的人 要不是想毁灭世界 要不就是想勒索全世界 再不济也得是想要灭掉全人类重建天上人间 不知道是否是片长的关系 这赤道作为最终反派的职业规划和职业目标 却一直都没有被阐述 这果然是传闻中历武史以来最长的电影预告片 我是树根小木 感谢您的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